据报道 菲律宾贸易部长日前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举行会晤 非方称 美方因怀疑非服装原材料棉花涉嫌新疆强迫劳动 而部分暂停了自飞进口服装 非方已向美方提出诉求 对此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所谓新疆强迫劳动完全是反华势力捏造的世纪谎言 目的是要在新疆制造强迫失业 强迫反贫 是打着人权旗号 侵犯人权的典型势力 我这里可以给大家举几个具体的例子 新疆某民营服装公司2018年底吸纳就业2200余人 少数民族员工占比超过95% 但是因为受到美西方制裁的影响 该企业主要合作方 相继取消2019年度全部订单 导致企业直接损失上千万元 员工减少到500余人 目前企业大部分的厂房和设备闲置 勉强通过国内订单维持运营 除此之外 美方还将黑手升向了新疆扶贫项目 破坏好不容易摆脱贫困的当地各种民众的升级 一些美国企业为了所谓的合规 还单方面向中国医疗机构 终止供应新疆方面采购的医疗产品 严重影响新疆民众的生命权和健康权 事实证明美方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 实质就是美国政客破坏新疆稳定 遏止中国发展的工具 不仅严重侵犯新疆民众的人权 还严重扰乱全球产业连供应链稳定 严重破坏国际经贸规则 堪称21世纪最臭名昭著的恶法之一 国际社会应当坚决抵制美国打着人权的幌子 污蔑抹黑他国 干涉他国内政 打压他国企业 遏止他国发展的错误行径 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我也很可求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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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